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私基金特約股壇事件 我是私基金李浩德 我旁邊是施老闆,邀請先生 施先生,你好 你好 又是時間談談股票 剛剛星期五收市,終於肯動了 市場上升了一點 市場大體上是怎樣看的? 我這段時間,中間偏好 現在的走勢,前一段時間,在高位上升落落 但我接下來,大方向陸續好一點 之前提及過幾個大變數 例如,減息、中美談判,暫時都應該看好一點 減息,市場已經消化了相對多 除非你選得多於市場的日期 7月,暫時都應該減25點 令人覺得差異的是,香港形勢相當混亂 矛盾激化 民間又撕裂 但在投資市場,不算很明顯 受到負面影響 我自己認為,之前發生的問題 是對香港造成一定的傷害 這些情況,應該在市場上反映出來 不過,可能同一時間,有些其他因素,抵消了反映 不是說沒有反映 本地的因素,有點憂慮 但國內情況,或環球的資金情況 其實都是不還可以的 資金比較寬鬆 寬鬆,他們找投資機會 資產價格上升,我相信是全球化的趨勢 當然,長此下去,對社會是不好的 因為,錢多了,流日資產市場 哪些人得益 就是司老闆,有資產的人士就得益 擁有資產時,才有資產升值 普羅大眾,如果收入基本上只是消費 就得益不多 有時消費物價指數上升 還令到負擔上升 不過,這段時間很奇怪 錢增加了很多 升資產,不升物價 所以,他們的衝擊不是很即時 但由於資產價格上升得益 可能是社會上富有的一批 整個社會的貧富懸殊 就會更加極端 不滿的人,亦都會增加 亦都造成社會矛盾的因素 西方都有矛盾 有些,爆發得多些 好像法國的黃背心 有些,可能一時未爆發 但亦都在醞釀 對社會來說,可能放水不一般 不過,對股市來說 大家應該看得好一點 因為,怕經濟不夠力 放多些水出來 起碼令到有財政困難 企業就輕鬆一點 例如,最近內地的房地產公司 如果資金不夠要發債的話 似乎容易得到 你聽到,他們發債的利息都不高 近期內房公司,可以先發好 去年第四季或今年年初,都比較差 現在可以發得到 第二,大部份公司發債的利息率都便宜 四年期的利息,可能是五、六厘 最多七厘都做得到 因為之前有消息,對房地產公司不好 以前,他們透過信託資產工具 去消虐銀行系統發債 但因為這些信託產品 最近有些人爆煲 政府下了命令,不准再做 當時,房地產公司沒有辦法提出資金 但最近看到的情況,又不一樣 政府不讓他們借 在那邊,又把房地產公司送給他們 所以,房地產公司面臨的財政壓力,是少了 所以,私基金,現在都頗看好內房股 順便問問施先生,你選擇內房最新的形勢? 其實內房股,我自己看,都正在整合 即是大型財政壓力 大型財政壓力,會吃了一些做不住的 小型財政壓力 因為有些小型財政壓力 他們投資得多,可能因為賺價格 升的機會少 如果資金不太多 他們會傾向監視 10個鍋,一個蓋就可以了 所以,大型財政壓力 有些小型財政壓力 大型財政壓力 其實他們每年的銷售量,都不低 幾千億 一間公司頂整個香港地產市場 大型財政壓力 香港一年有多少銷售? 香港一年,我相信兩千億 一間內房公司,能吃得起香港 施先生,你內地做生意經驗 究竟與民企做生意更好? 我喜歡與民企做生意更好 國營企業多多少少,有些漏責 他們是官,有交代就算 民企有利潤壓力 動力就足夠 所以一些做得好的民企 其實他們的競爭能力是強一點 管理效益亦高一點 我做生意會與做得好的民企 但國企是穩陣一點 借錢便宜一點 對,他們有優勢 在內地的情況有優勢 但這個純粹我個人喜歡 但表現得好 我自己看,都是個別做得好的民企 可能波動大一點 受得到的,回報亦高一點 回報亦高一點 另一個,投資者選民企 在內房股時,會考慮一下 一、二線城市做得好一點 只要三、四線好一點 或者區份做得好一點 師先生,可以分享一下 早五年前,都是一線城市好一點 但曾經有一道政府打一線 錢便去了二、三線 但以後都是三、四線城市做得更好 我看未必 因為其實那些城市,很多時已經供應過多 即是有些政策配合 可能有些錢流入來,衝一衝 例如珠山哥,有一些二、三線城市 其實之前很久沒有移動 過去三年,突然升了很多 但我認為很難期望,這些城市永遠都升得這麼快 現在,有些說法就是 中國政府都想依賴地產 希望去推動經濟 始終在大陸,民間財富 差不多九成都正在房地產為主 其中一個方法,可能就是舊城改造 即使是一些改革開放 前一輪建的那些房子,其實有些都相對老化 可能有些政策拆了一些,再建造就有動力 房地產,我相信政府要穩定 太差應該不會 對於我們香港很多投資者來說 最近,大灣區的機遇是否投資房地產 師先生,有少許意見給大家? 如果從中央政府的態度 不傾向把資金偏向房地產 但是,地方政府其實都希望 實際一點 我自己覺得,政府有規劃 有基建配合的地方 是一種考慮 另一個穩陣的長線,都是一線城市 深圳,都是最值得看好 深圳的樓價,應該很快超越香港 很多分析 不會的 我覺得不會的 我認為,深圳過去已經增長得比香港 但看一個地方,樓價升不升 除了看經濟增長快不快 樓價其實是一種儲存財富的工具 亦都看資金流向哪裏 香港的錢,來自全中國 對投資香港的偏好 我相信現在,仍然是高於深圳 經濟比我們更快 但給錢能力,我們比他們更強 所以我們香港,仍然有重要的角色 仍然是重要的 如果大家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歡迎去到以下的網址 如果有問題,亦都歡迎留給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